TCK,我也有在TCK 開始了,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經理最近超級忙的,所以有一些車款就不太來得及做直播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車子,經理都一定還是會抽空來直播 跟車友們互動一下,分享一下 這款車是Camry的7.5代 這款車,社團都是經理非常了解的 經理自己是公司裡有一台Camry實車 提供給車友來試乘的,是6代 是6代的3.5 7代跟7.5代的分辨方法,也是車友來教我的 我們可以看這一個渡落的飾條 如果是比較寬的,那個是7代 7.5代的話,這裡是做得比較細 所以7代跟7.5代分辨的方式 可以從這個地方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細節是可以分辨7代跟7.5代的 但是,這個都是得要實際是這台車的車主 或者是玩家,才比較有辦法 針對這些小細節來做辨識 那今天這款車的車主呢 也是透過車友來介紹的 可是,經理忘記了這個貴人是哪一位 因為Camry的車友,經理也認識非常多 所以,謝謝車友們的推薦 因為,車友們的推薦 今天一句話總比經理講了十句話 來介紹Course的產品還要來得有效 畢竟都是實際使用的車友 KAT的話,也有Camry的實車 提供給車友我們來試乘 但今天車子不在 借車友帶不去的 所以,如果車友要試乘的話 都很歡迎Camry我們有實車 那這個7.5代它的底彈 跟新款8代的話是不太一樣的 7代的話,前面跟後面的懸吊系統 都還是維持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呢 都是做成一體式的 那車主本來也有改裝了短彈簧 但是短彈簧車友有反應 它的前面是兩指幅 後面的話是三指幅 就是有一點點前低後高的設計 但這個是每一台車的結構設計不太一樣 原先的7.5代的話 後面的話也是略高一點點 那今天車主想要裝KT的設定 是大概維持兩指幅左右 就跟前後都是大概兩指幅左右的車高 那這個短彈簧 車友倒是沒有給經理回饋說 這個開起來的感覺 但是以這台車來說 6代7代或者是甚至比較早期的5代 這個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的長行程是適合改裝短彈簧的 因為它的行程夠長 那即便我們改了短彈簧 浪費掉3公分的行程也沒有關係 所以像這樣的車款 是適合是可以改裝短彈簧的 單車有反應說 會有做動幅度比較大的時候 會有ロロロ的音 但是我們拆下來的時候 並沒有看到彈簧油鬆托的狀況 所以看起來的品項都還是OK的 那這一款車的前面跟後面都是麥花城 所以都有一個前面是上座 上座的下方還有一個指揮軸層 那這一個後方的上座 這兩個上座KT都有附新品 這台車的車主好像才開7、8萬公里 上座其實應該都還堪用 但是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畢竟有一些風險 譬如說像這個的上座 它有一個斜度 那這個軸心的這裡有一個缺角 所以這個安裝的時候 它都有方向性 有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所以如果技師對像這樣的拆裝 也許我是一個拆裝引擎的技師 對這些底盤零件的組裝順序 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就比較有可能會有安裝上的施物 但改裝KT的話 師傅還有技師還有店家的老闆 可以留一下 KT的話如果有辦法附上座的話 其實都會附 那在師傅施工的時候的時間 會縮短很多 而且會比較安全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上座拆出來 這個彈簧是要壓縮好 再來拆這個上座 上座拿開之後 才有辦法更換這個彈簧 但是這些都是一個 未知的風險 但改裝KT的話 這些都已經組裝完畢了 所以師傅的話 就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這個是原廠避震器改裝短彈簧的部分 還有KT的一個介紹 那這款車的後半 是KT的話 也是配置一個大捲式的彈簧 這台車如果 車友要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心裡會推薦大家留意一個地方 就是這台車 五代 四代 從四代開始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因為八代的後面已經不一樣了 四五六七的 Camry 只要樹翼後彈簧 如果用的是直捲彈簧 那這款車 經理保證一定會不好做 如果是用的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因為它的懸吊系統其實還滿敏感的 不太適合用直捲式的彈簧 如果是很禁忌的設定 或者是原先的訴求 就是要常常在跑山路的話 那用直捲彈簧 那就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要兼顧到舒適度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這個彈簧的圈徑 打得特別特別的大 這個彈簧 這個寬度 打得特別特別的寬 就是讓它的舒適度的話 會更好 所以這台車前面 用直捲彈簧 那也沒關係 但是後方的話 彈簧一定要特別注意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後方的上座設計 它是有斜度的 如果這個斜度 跟原廠的斜度 做得不一樣的時候 大概出現應應的機率 大概會有80% 所以這台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後上座的話 會類似於原廠的形式 第二個 後方的彈簧 一定要選擇大圈徑的規格 那這個規格的話 KT是打了250場 公斤數的話是4公斤 是這一款車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一定保證好做 如果不相信的話 KT就有試車 歡迎車友來試乘看看 而且KT的試乘車 輪胎鋁圈 是用19吋的規格 19吋的扁平比 才35而已 所以一般來說 那麼低的扁平比 回饋起來的路感 一定會比較聲音一點 但是KT的話 配置即便用到 19吋的扁平比35 也還不至於會到不舒服的程度 很歡迎車友們來試乘 那這一款車 除了車高的部分可以調整 那還有一個是阻尼的調整部分 今天好像不太有默契 來這個是後方阻尼的調整部分 我們這台車其實有一個地方是 這個跟六代五代其實都一樣 他需要把這個後座的椅背 把它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就不太方便了 因為你想想看 一個人需要把這麼大的一個零件 拆下來 再來調阻尼 再裝回去 如果覺得太硬太軟 又要再拆裝一遍 所以在拆裝上會比較耗時 但是KT的話 有一個專用的設計 這樣拍得到嗎 可以 這個設計 就是延長出來機構 來調整軟硬度的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 就能來調整軟硬度 所以這個是給KAMERY的車友 非常非常方便的一個設計 可以從這個地方 等一下椅背裝上去之後 這個是會裸露在這裡的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做軟硬的調整 相當相當的方便 好 好 好 那這一台車的後方 小小細節的話 譬如說這裡的離載串 這個是離載串的話 是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當然啦 都要符合原廠固定的位置 這個是KAMERY的7.5代 那這一款車還有一個油電款 油電款的話 其實底盤也都一樣的 Hybrid系的底盤都一樣的 那這個是7代7.5代的前面設計 油管架也都是固定的 但這台車 大部分的車主啊 都還是要想要維持原廠一些舒適度 因為畢竟它是TOYOTA 第二個它是大型房車 所以很多都是後座會在家人 所以我們在這台車的設計上 阻尼設計上的話 其實都做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後方彈簧 才會打那麼大全徑的彈簧 前方彈簧也是一樣喔 我們打了一條7公斤的規格 然後也是燈籠型的 那乘坐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舒適 燈籠型的跟直捲式的彈簧 燈籠型的彈簧 它作動的行程會多出35% 那它的 做起來的軟硬度也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直捲彈簧的話 我們遇到坑洞 它是一個直上直下的往復運動 但是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3-40%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回饋起來的路感就會比較順一點點 好 那上座的話 KT有附 在上座的中間 我們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這一台應該是2.0的吧 這個有2.0還有2.5油墊的 可以從這個地方 所以這台車如果前面車有要調整軟硬度的話 都相當的方便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那調整阻尼的方式 就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有3段5段10段不等的落差也都沒有關係 但是左邊駕駛座跟副駕駛座一定要調對稱 那前面的話 這個世代 KT的話就有附一個短的離載酸 所以原廠離載酸太長了一點點 所以要改成短的離載酸 6代的話就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Toyota的這個零件的話 一般的壽命都品質都做得很好 好 以上是今天Camlory 7.5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影片末再提醒車友每一遍 KT就有Camlory的實車 很歡迎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您是非在中部地區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跟我們KT的北區經銷商聯繫 那邊的話也有實車 中序的話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繫 或者是找飛魚底盤紀演 是我們KT中序的經銷商 那南部的話在台南 還有人舞 高雄的人舞的話也都有實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 來試乘 歡迎車友們跟我們的小編聯繫 試乘試乘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 掰掰